悟空环顾四周 发现这个地方 看起来和比鲁斯的星球一模一样 比鲁斯向悟空解释 所有破坏神的星球都差不多的 巴朵斯向众人打招呼 欢迎他们所有人 尤其是悟空先生 比鲁斯叫巴朵斯跳过这些手续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 这里有什么吃的 悟空也正想说这件事 比鲁斯大人 我快饿死了 但是你在地球上吃美食耽误太久 时间不多了 巴朵斯向悟空道歉 对不起 现在没时间吃饭了 仪式即将要开始 悟空根本没想到 真的已经24小时了吗 那么我们过去吧 众人穿过一条楼梯 为思问悟空 有什么问题吗 悟空先生 你为何流露出伤感情绪 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太令人沮丧了 我不想住在这里 巴朵斯劝道 不要难过 悟空大人 当你成为神时 你会知道整个宇宙 这里有无数的行星 您都可以访问 您也有许多任务要完成 因为像帕大人留下了很多累积的任务 此外 您还会有非常特别的训练 一提到特别的训练 悟空就来了兴致 悟空有点不知所措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严肃地望着我们 看到这个场面很可怕 是因为我迟到了 不是这样的 参加一个新任破坏神的仪式里 气氛总是非常紧张的 您不但没迟到 还提前两分钟到了吗 悟空探头四处张望 没看到阿全 他没来吗 没有 比鲁斯告诉悟空 拳王大人不会来参加这种类型的会议 他认为这太无聊了 我真的很同意 我希望我也可以不来 但我不能违背规则 就在这时 悟空发现了三个雕像 其中一个自然是老熟人像帕 另外一个是像蜥蜴一样的生物 第三个看起来像是个英雄般的人物 悟空问 那些雕像是什么 巴朵斯介绍道 他们都是第六宇宙历任的破坏神 正如您所见 像帕大人是第三任 悟空有点震惊 原来 神的交替也如此频繁吗 即便是破坏神 在他们的位置上待久了 也会有诸多原因导致他们最终离开 他们可以选择退休 被解雇 甚至是死亡 悟空震惊了 什么 你的意思是 破坏神可以被人杀死 我做梦也想不到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比鲁斯苦笑道 在我们所知的存在中 还有很多强大的生物 悟空 我们破坏神 或许拥有很高的权力范围 但我们离顶端还很远 巴朵斯插了一句 悟空大人 当我们开始破坏神的培训和学习时 您也会知道 这整个存在的故事和机制 在这一刻 您只需要知道的是 目前有三代破坏神 您将是第四代 悟空认为他至少明白了这一点 像脱破这样的顶尖高手 被训练成第十一宇宙的破坏神 而维斯先生 正在为我或贝基塔做准备 想让我们成为第七宇宙破坏神 这意味着您已经想到轮换第四代神 但最终 您在这个宇宙中取得了进步 比鲁斯冷笑道 看起来像个白痴的您 也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 但是 这一代的过渡过程很慢 在十二个宇宙完成转换之前 可能需要几千年 一个破坏神 和另一个破坏神的期限之间的差异 可能高达数百万年 大神观开始讲话 是时候了 新任破坏神尚未遗事马上开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